一边煮菜一边回应顾客需求 这家德国的意大利餐饮品品牌 在全球已有160家分店 台湾则是开在ATT4FUN百货 主打晶片逼一生就能结账 快速又方便 而且距离101非常近 是不少网美打卡经典 不过现在这家来台第七年的餐饮品牌 因为族约到期 宣布要退出信义计划区 只营业到10月中旬 这边的那个餐饮的选择性很多 所以竞争其实还蛮激烈的 百货公司本来人潮就多 可能租金就会比较贵 外界分析 高租金可能让店家难以附和 加上这个原因 传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信义区百货林立 也让他们引进了餐饮品牌 凭视觉打卡 让这里变成了一级战区 新鲜海胆搭配上鱼卵 宛如珍珠宝盒一样 这家日本排队名店就开在微风信义 另外一家微风松糕店 有超市绝系的草莓松饼 满满鲜奶油 可是吸引不少人来朝圣 而新光三月A11有伊兰拉面 高档的橘色火锅开在A9 Bella Vita有米其林餐厅 候不胸 这附近至少有几十家知名餐饮品牌 竞争激烈 难怪有餐厅最后选择暂时撤出 现在变成L型化就是 它只有不断地往上走高端的品牌 要么就是走平价的品牌 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市场你就会发现 中间的这一块已经完全被挤压了 不只要好吃还要能拍照打卡 让越来越多餐饮业得经常推陈出新 才能吸引消费者目光 如今又有一家店将撤出一级战区 新一区战火实在不容小觑 三天新闻谷高树 邱子凌台北报道